今天就是香港沒有格仔 首先我們跟進一下蔡天鳳案 蔡天鳳案昨天有一個被捕的女生 也不是女生,是女人,29歲的潘考賢 是翻版張柏芝,如果他遮了眼 沒有遮眼,他好像都是天王水的樣子 他是同一類型的人 同一批,潘考賢獲釋後 有些網友就預言 他有機會獲釋看一些留言 因為你要知道,前夫的弟弟 就是鄺廣傑 司機鄺廣傑 他有IG 前夫是大哥,KKK 鄺廣傑 跟蔡天鳳都過重甚脈 輕媚雙青 他都有IG 但是他現在不能被人保釋 在5月8日審之前 他在IG寫什麼 你連IG都刪不出的人 急到自己被捕的那一刻 都非常突然 可能是被人踢門的那一隻 你知道 看不到這些事情 哪個人 如果是心虛 很有感覺 就會被捕的時候 你要考慮一下 自己刪開IG 因為 我們現在看到 先找回 這個很好笑 算是一個 意見的平台 我先看一看 我現在搞不定 你看一下 你繼續說 哦 等一下 你說刪不刪IG 你說刪不刪IG 你說起這件事 這個 就是潘考賢 潘考賢 你看一下 那些人 怎樣說他 其實我想他 出來之後 都要刪刪一些留言 你看一下 我想他不刪刪 那麽多 哪有刪得刪的 一張去韓國的旅遊照 庫山 這些帖子 韓國的庫山 我也有去過 他那時候 在冬天去 這個有機會 走出來看留言 看看 那些人怎樣說 收皮吧 公子 同德姓鄺 再跟關楚耀這隻 道行走在一起 都不會是正常人 關楚耀 就好像鄺廣志 什麼 關楚耀 亦都比吸毒還差 走得很急嗎 刪不刪IG 如果你有被捕風險的人 如果不刪IG 就會被人寄信 那樣寄進來 那個問題是 你根本都不 真是不知道 為何會被捕 真是不知道 為何你會成為這個 他自己幫助 郭廣志 著草的時候 如果他不是心虛 不是有風險 為何會幫他著草 一定知道 所以你明知道他做了這件事 喪心病狂 把自己以前的老婆 碎屍 除非你自己跟他有路 你都恨蔡天鵬入骨 如果不是的話 你明知道他這樣做的時候 你還幫他著草 現在他被捕的罪名 就是協助逃犯罪 是嗎 是呀 零波車的照片 都有人去到 留言他 說什麼 你殺了人 賣身給佛 你做一輩子都沒用 你準備一段時間 都看不到你的朋友 那不是的 你保釋的話 好些 因為其實他 為何會被捕 我想應該是 他當然是跟林信有關 那個大飛哥 遊艇仔 因為遊艇仔被捕 那我想 是不是有機會 很快攻他出來 所以 就立刻 就打他 說回來 整件事就好像 三五成群 那樣 幾年前 我們說 拍 林子倩 和宋本忠 拍那套 實貿平消失事件 初初 大家都好像裝沒事 但問題是 一個被揭發了之後 其他人 就越攻越多出來 就不單止這個犯罪家族 就連他身邊附近 說什麼幫手 去到潛逃 那些人 全部都 一口氣被人揭發出來 這就是正所謂的 Prison Dilemma 就是囚徒困境 你去到囚徒困境 我又不知道 是不是大家可以 齊上齊落的時候 那當然 就是 固定自己先 所以如果你說這樣看的話 我又覺得 既然 大家都一起被捕的時候 你做到齊上齊落 很困難的 這個也跟囚徒困境有關的 就是47人案 我們會繼續跟進 待會就 47人案 因為牽涉太多人 很難齊上齊落 無端端又會多了法庭的補交資料 令出來的 很奇怪的 一說起這些案 你突然間又說要你補交資料 就是還未完 原來還未落閘 還未落閘 還未落閘 就是有很多人 可能你會怕到要著草 還有你會繼續 延期審訊 原本預審90天 可能就變成120天 再變成360天 但Charles Basie就說 大飛哥有沒有出來 已經出來了 出來了 他都保釋了 但是保釋完之後 這些人一定會收 旅遊證件 但是現在Charles Basie就說 他有沒有出來 如果出來的話 又可以坐大飛走 因為收旅遊證件 對他沒有用 這個人本身就是 坐大飛哥 有什麼人叫你大飛哥 但是又要這樣說 當你見到 例如阿健仔 又或者是十二港人 李宇軒他們 他們都是當時嘗試 說要坐大飛 星期二 Tony Choy都說過 我和你們這些人 講了十萬次 千萬不要打算找水路 因為飛行服務隊 和警隊 和這個水警 看得很緊的 都不知道他什麼時候 會放鬆 今天潘巧言 摘起了頭髮 保釋條件 都很鬆 五萬元 他這麼有錢 住哪裏 住海旋門 哪裏 九龍站 九龍站 天曬 天曬 五萬元 一個月租都不夠給 可能是 不可以離開香港 這個當然 交出旅遊證警 當然 每個星期 就去警署報道兩次 當然 所以 現在 我想他出來之後 都沒有時間去看IG 你講 他那個保釋條件寬鬆 是建基於和這個 四十七人案 例如楊雪瑩 又或者當時李雲騰 被市眼傳媒質疑之前 他保釋肥佬黎的條件 要社會性死亡 不可以接觸社交媒體 那些 相比之下 是寬鬆很多 是的 寬鬆很多 但網友留言 真的很鬼滅 又說人家是雞 又說人家有沒有粉熬湯 又說滿手鮮血 現在這個所謂的 協助逃犯罪 協助罪反罪 協助罪反罪 其實都 可大可小 我想 當然不會去到 好像暴動罪那麼重 五六年 但是 要他這些人 本身他真的 不是說 蔡天鳳 這個真是 有港女背景 以前是 讀聖家樂實書院 不知道哪間 總之都是有名有姓的學校 不是說石頭爆出來的 就不像的 但是 如果你要他這些人 你說坐兩三年牢 一兩年牢 居民就差不多 如果你是協助逃犯罪 先搞清楚 協助罪反罰則 根據刑事訴訟程序條例 221章 可能90條 有沒有說刑期 最高刑期多少 他說一件事 就是說如果是公訴程序定罪的話 最高可判10年 如果由簡易程序定罪的話 就判署五千元及監禁兩年 兩年 兩年很重的 對於這些名媛來說 這個不是名媛 叫KOL 但是他比名媛更厲害 因為 蔡天鋒告訴我們 如果拿著 Chanel 一輩子都是用Chanel 等於名媛 他今天接他放學的 都只是戴Chanel 我們聽過很多人說 其實Chanel是很便宜的 真正有錢的人 從來就 就特地去扔手工製的東西 就算有些有錢人 反正都沒有什麼分別 不如買山寨好過 以前趙世增 買給大陸美國那些 如果你說保釋條件輕到這樣 是不是怕他保釋不到 那你說可以定 為什麼你要保釋 你要有交低按金 你交低按金 原理就是 那筆按金對於他來說 是很沉重的 我沒有這些錢不行的 我等著開飯的 我身家來的 但是你給5萬元而已 什麼不得來講 沒收證件 一個星期報到兩次 鬆到不得了 他這些 說真的 你露條 然後去拍兩個私影 已經贊回來了 那我不知道 你不要這樣說 真是信了現在的網民 說他是雞 不是雞 只是參加攝影會 你真的很健康 OK